大家好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元宇宙衍生的商标议题 那元宇宙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大家可以把它想成是真实世界的数位版本 那人们会在里面玩游戏 交朋友参加活动工作或是购物 那简单来分 它可以分为一家公司的经营管理的中心化的元宇宙 那后来也发展出越来越多去中心化 由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来管理的元宇宙 那元宇宙的特色就是 它的目标就是及时同步互通跟创造 那对品牌商而言 它就是广告的新疆界 好好利用它的话 可以提升跟消费者的互动 参与度跟品牌的忠诚度 到最后会发挥虚实交互品牌行销的综合效果 那元宇宙的品牌应用场景 其实大概看起来就是这一些 那最基本的就是 去在虚拟的广告板位里面刊登虚拟广告 那接下来大家就会想要去结合活动 比如说结合别人办的活动 或是干脆品牌商自己来办活动 然后也可以去结合游戏 比如说是跟别人的游戏联名去融入别人的游戏 或是品牌商干脆去创造自己的游戏 那品牌商通常又会去开设虚拟的卖场 卖自己已经有在卖的一些商品 或是招揽提供服务 那之后品牌商又会想要 去销售一些自己以前没有卖过的虚拟的商品 什么是虚拟商品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 那甚至是品牌商也会想要去卖最夯的NFT 那我们之后也会跟大家介绍 那跟元宇宙相关的概念或是技术 其实有非常的多 那我们这里只是列出 这一些跟商标比较有关的技术 跟概念包含说AR跟VR 那或是虚拟商品 或是NFT 或是区块链的网易名称等等的 那很抱歉 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介绍 我们会集中在虚拟商品的部分 跟NFT去介绍 那虚拟商品的部分 先跟大家定义一下 什么是虚拟商品 虚拟商品它其实就是 无形的非实体的产品 它都会在网路上 在线上 在电脑里面 它是由程式码所构成的 的一些数位档案 那简单来分 它就可以分为可下载的 可以透过网机网路下载的 或是线上不可下载的 这两种形式 那这就是所谓的虚拟商品 那既然有虚拟商品 大家就会想说 那有虚拟服务吗 那当然是有的 但是其实服务的部分 因为服务本来就是无形的 所谓的实体服务跟虚拟的服务 其实它的区别 只是在于说提供服务的方式 或是管道 所以不会影响服务的目的 或是本质 所以服务实体或虚拟 它的重要性就不是那么的高 那这一页呢 是要为大家介绍 大家或许会最关心的就是 我想要申请元宇宙的商标 我的商品服务要在哪一些类别 名称要怎么写呢 这里本局就提供这样的建议 如果你是要那些虚拟商品 因为刚刚有提到过 它可以分为可下载的 或是不可下载的 如果是可下载的话 我们就把它归到第九类去 就是可下载的虚拟商品 影像档案或是软体 也就是说以什么什么为特色 你就看你想要 本来在卖的东西是什么 你把它虚拟化之后 那本来的东西 比如说是球鞋 服装 皮包 艺术品 太阳眼镜 玩具等等的 那以这些东西 为特色的虚拟商品图形 那它是用在线上 或是线上虚拟世界里面的 那这是可下载的 那如果不可下载的呢 我们就把它摆到42类去 它是不可下载的服务 那如果是贩卖虚拟商品的零售服务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35类 那再加上说 因为目前元宇宙的应用 大部分都还局限于游戏的领域 所以大家或许也会想要申请 第41类的娱乐服务 也就是说提供可以使用前面讲的那些 球鞋服装等等的虚拟影像的 线上游戏服务或是虚拟的游乐场 那讲完了怎么申请元宇宙相关的商品服务之后呢 大家就会想说 那我实体的跟虚拟的商品服务之间 到底怎么去判断类似呢 实体的鞋子跟虚拟的鞋子 两个会类似吗 那这边要告诉大家 不管世界怎么变 我们的判断原则都不会变 意思就是说 你要去看 这些商品服务 你要去比较它的功能性质 或是它的目的本质 来决定说两个之间到底是不是类似 那我们这边 我们先讲实体商品跟虚拟商品的部分 先跟大家说 它通常都会是不类似的 那我们这里举的例子是手提包 实体的手提包商品呢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成装物品 工人携带 那当然啦 它不可否认 它也会有彰显实体人物个人风格的功能 那至于虚拟的手提包呢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 它大概都是只有彰显虚拟化身的个人风格的功能 它彰显的还不是那个背后的实体人物呢 那当然日后 它也有可能发展成 它有储存数位货币 化身配件或保物等等电子档案或程式码的功能 它就像一个虚拟的资料夹 那但是怎么说 它都是一个程式嘛 是在电脑里面虚拟的东西 它永远没有办法去帮你装 你想要装的实体的物品 所以说 这里给大家的结论是 这样的情况 两者我们会判断它是不类似的 那在服务的部分呢 可能就不一定了 实体的服务的跟虚拟的服务 我们一样是要去看服务的本质或是目的 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是舞厅 实体的舞厅跟虚拟的舞厅 其实两个都是娱乐服务 因为它都是让大家玩乐的 那如果是餐厅呢 实体的餐厅 它提供的是餐饮服务 它会让消费者可以品尝美食 饱餐一顿 那但是虚拟游戏里面设的餐厅呢 它的玩家其实吃不到东西的 是它的虚拟化身 可能进去以后 可以在里面吃到虚拟的美食 可以让它满血复活 再去拼下一关 但是它的玩家还是一样肚子狂孔 所以说 我们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实体餐厅提供的餐饮服务 跟虚拟餐厅提供的娱乐服务 两者之间没有办法判断 它是类似的 那刚讲完的是 虚拟跟实体商品服务 类似性的判断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NFT 因为也会跟前面有点关系 所谓的NFT 大家常常听到非常的夯 它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所谓的非同质化代币 它是一种区块链的技术的应用 那它其实说穿了 它就是只是区块链上面的记录而已 那它通常会被铸造来代表 数位艺术品音乐影片等等的数位档案 那这些铸造它的人也可以对它赋能 比如说这些NFT可能可以拿来兑换商品服务 这个时候这个NFT所代表的 就不只是那个数位档案 而是实际上其实是实体的商品 或是其他的服务 那这NFT这东西它主要的功能 其实纯粹就是为了要认证 它是它代表的这个数位档案或是商品服务 是来自这个铸造者 或是这个铸造者上面指定的某一个人 所以说NFT这种东西 它其实是为了要认证用的 那所以请大家来申请商标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NFT当成是一种商品 它是商品服务的描述 所以我们要申请跟NFT有关的商品服务的时候 我们请把它写成 它是经过或是透过NFT认证的什么商品 就比如说经过NFT认证的可下载的数位档案 或是经过NFT认证的球鞋等等的 这才是正常的商品服务的描述方式 那NFT相关的争议案件 其实因为它是很新的东西 所以其实这样的争议案件 在外国才刚开始渐渐的出现 那我们这里列出来的是两个最受瞩目的案子 一个是薄金包的案子 这个案子其实就是一个艺术家 在网路上创作了这些数位艺术品 是毛茸茸的薄金包 那就把它铸成NFT去卖了 那爱马仕就来告他 这是很正常的 那这个艺术家他就主张说 这是他自己的艺术创作 这是他创作的自由 是他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应该要受到保护 那再加上说 他其实是为了刻意要攻击爱马仕 使用动物的行为 所以他认为说 他使用薄金包 Berginz这样的文字 其实是指示性的合理使用 那这样的案件还在法院里面争执中 那这个案子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他并没有实体的毛茸茸的薄金包 下一个案子就不一样了 下一个案子是Stacks的案子 他的确是有这些Nike的Jordan鞋 那Stacks宣称说 他把这些鞋放在他金库里 然后住了这些NFT 跟大家提醒说一下 这个Stacks他是二手运动用品的交易平台 然后他就住了这样的NFT在网路上卖 那当然就被Nike告了 那Stacks就主张说 那我卖的这个鞋子 就你Nike来讲 应该是商标权耗尽的 你不能跟我主张权益 那我用你的商品照片上面有商标 也是指示性合理使用 因为我卖的的确是真品 那当然在这个案子里面还牵涉到说 Nike其实有抓到他卖房品 这样的问题 那所以这样的案子 我们也很期待他后来的判断会是如何 那当然其实还有其他很受瞩目的案子 比如说最近有仿冒无聊员NFT的案子 那我们会在我们本局会持续关注这些案子的发展 那日后再试时跟大家报告后续的结果 那最后最后我们这次的简报要跟 给大家一些良心的建议 怎么面对元宇宙的建议 第一个就是要在特定形态的商品服务上面去取得商标权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建议大家去申请的那些商品服务 那接下来呢 建议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这样的元宇宙的发展 在里面用你的商标来建议商与 那怎么去用你的商标呢 其实可以去参考那些已经有很多指标性的品牌 已经跟科技公司有合作在元宇宙上面 办了很多的活动使用他们的商标 所以我们可以去一样化葫芦的参考一下 那也要记得在这个新发展的领域里面 要有人去监看这些庆权的活动 那如果有发现的话 可以先通知这些元宇宙的平台去处理 那并且要好好思考一下 自己是不是要进行后续的救济 那以上是今天的报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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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